今天两位也是带着幸福心愿来的 是 吴大哥 说出你们的幸福心愿吧 好 来 有请 我的心愿就是想让更多的人 关注我们残忌训师家 帮助我们残忌训师家 好 谢谢 今天好像也有这样一位学员 来到我们的现场 帅小伙 他现在也学到一级智能 也相当阳光 帅气 所以今天他做代表 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他的这个幸福之城 对 好 来 让我们有请这位朋友 有请 你好 欢迎您 欢迎 果真如你罗叔叔所说的 很年轻帅气 我是22岁 那年一天晚上到 一个晚上 我坐在沙发上正在看电视 然后突然的 右腿突然就剧痛 疼得 半分钟左右 然后这个疼痛持续了三到五次 之后肚脐 从那个肚脐以下就失去了知觉 哦 是一种 是神经什么样的疾病吗 嗯 脊椎胎 几十万分之一 就是当地的一小医院 很难检查出来 就是判定我是腰间盘 哦 就是没事 你还年轻就是 没什么大碍 结果后来 禁物诊断就是这样 不可逆了是吗 对 就是心里落差就挺大的 突然 就是火波浪天的一个小火 突然就不能走路了 被禁锢在这个冰冷的轮椅上 心里就说不来的那种难受 那是在这种情况下 后来看到了罗叔叔这个组织吗 完了一次 我让机会 加入到罗叔叔这个组织之后 之后 因为那个罗叔带出了很多的 像我一样坐轮椅的残疾朋友 然后看到大家的状态 都积极很乐观 然后就跟大家在一起交流 生活的乐趣 然后学习一些生活上的自理 参加了罗叔的培训班 学乎了什么技术 然后学到了那个脾气护理 和美容的印象技能 其实参加了这个组织 发现生活还有很多条路可以选择 对 就是学了这一技之上之后 就是然后看到罗叔 组织的这个家庭 然后靠自己的一技之上 能够换来收入 再去寻找自己的幸福 你看这罗婶笑得可开心了 你刚才都没看到 他也想找一个罗婶这样 一定会的 我们这小伙子也这么帅 接下来看看我们的老师们 会怎样帮到罗先生 看到罗叔叔 我觉得他特别励志的一个人 从来没有向生活妥协 并不是因为你的身体的不适 而影响到你对未来的 对这种生活充满的希望 我觉得像我们年轻人应该 多向你学习 安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助力你一千元基金 帮你圆梦 好 谢谢 谢谢 听了您的这个分享 我觉得从您的脸上看到的更多的是 自信阳光奉献 我们便利大本营 这个国际网络科技公司 支持您 这个两千块钱的基金 让您用来 就是带给更多的 才有朋友温暖 同时的话 因为我们有线上的便利云小店 未来可以 就是赞助您一百个便利云小店的账户 三万多块钱 我们的才有朋友在线上 也能开展自己的业务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听到罗叔在讲 真的是 由衷地想说一句 罗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爱 能够 自己可能说身为是残疾人 然后呢 还创办了残友之家 然后真的是非常大爱的 那么我代表天津陈美国际贸易公司 赞助一千元的中部基金 其实我是特别建议说 就是我们双手比较自由的 这些谈进人朋友 可以学一学美甲 因为它其实课单价高 然后呢上手容易 然后需要的这个器材简单 然后它 而且它就只需要技术 然后这个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所以我给提供一个思路 就是说 是不是可以增加一门美甲培训 因为这样的话 其实是非常容易让人上手的 这是第一 然后第二呢 紫雄奔跑蓝色俱乐部呢 也非常愿意在这个冬天 为您的残疾人之家 送上一台暖风机 希望你们能够健康快乐 谢谢